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喻为难以预测的不寻常事件 通常会引发连锁负面反应 甚至颠覆效应 习近平一直很恐惧黑天鹅 他多次在会议上警告官员 中国已进入事故多发时期 要预防黑天鹅事件的发生 说曹操 曹操道 这不黑天鹅来了 9月14日 中国恒大集团在港交所发出公告 称集团今年6月7月8月 物业合约销售金额 分别为人民币716.3亿元 437.8亿元 380.8亿元 曾持续下降的趋势 9月份本应是中国房地产行业 物业合约销售高峰 然而公司预期9月份销售却大幅下跌 导致集团销售回款 持续恶化 为缓解流动性问题 采取的其他措施 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公告还披露 恒大集团董事会 以聘请华丽安乐基 中国有限公司 以及中港资本有限公司 为联席财务顾问 探讨解决目前资金流动性不足的方案 恒大两周前公布的2021年上半年财报 确认其负债总额高达1.9665万亿人民币 恒大承认财务状况持续恶化 使得公司已遭重创的股价 在14日又跌了12% 过去一年里 恒大的股票的跌幅 已经达到了80% 显然恒大集团 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最大的麻烦 恒大的命运 威胁着行地产行业 和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恒大集团 为何会急胜而衰呢 它的倒下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多米洛骨牌效应吗 第一 恒大为何会急胜而衰 恒大集团于1996年 由许家印在广州创办 集团核心业务为房地产开发 项目遍及全国200多个城市 集团于2016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 2020年排行第152位 根据2020年2月 胡论全球富豪榜 许家印名列中国富豪排行第四 恒大集团在中国人的眼里 不仅是经济繁荣的象征 而且还是国运的标志 恒大由于高薪聘请了 意大利足球教练李皮 甚至在李皮转任国家队足球教练后 还自掏腰包 带国家支付他的高额薪水 但如此强大的恒大 为何会突然滚安落马呢 原因说起来也不复杂 在于中国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强力控制 因为习近平知道 中国经济最大的泡沫就是房地产 它像一个艳赛湖一样 一旦破堤将会一泻千里 引发经济崩溃并导致政权危机 中国房地产崩盘将会导致 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引发通货膨胀和集体存款风潮 控制房地产风险是组织经济危机 爆发的最后一道屏障 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心表示 中国房地产相关贷款 占银行业贷款的39% 还有大量的债券 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 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 中国金融风险最大的灰溪流 恒大集团债务危机除了它自身扩张过快 产业链过场外 主要还是来自政策因素的影响 一是三条红线 债务驱动一直是恒大集团快速发展的利益 通过贷款买地在以较低的利润率 情况下快速卖房 盘活资金循环 近日推动公司的快速发展 但这一模式在去年发生了根本性阻碍 去年8月20日 中国央行和巨建部针对房企负债率制定了不得融资的三条红线 也就是房企提出预收款后 资本负债率不得大于70% 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 现金短债比不少于1 这项新规将从12家房企开始试点 恒大就是其中之一 恒大2019年末的情况则是 提出预收款后 资产负债率为78.03% 净负债率为100.16% 现金短债比为0.59% 可见恒大地产三线全财 将不能新增有息债务 去年9月24日 网传一份恒大自信广东省政府的求助函 关于恳请支持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情况报告 报告称 恒大徐在2021年1月31日前 厂还战略投资者1300亿本金并支付137亿分红 1300亿元由权益便负债 资产负债率将大幅攀升至90%以上 可能导致恒大地产现金流断裂 进而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 去年11月8日 恒大披露 它已经化解了上述债务危机 恒大已经终止了与深深房的重组计划 1300亿人民币战略投资者 其中863亿战略投资者 此前已经签订了补充协议 同意不要求进行回购 并继续持有恒大地产的权益 357亿战略投资者也协商完毕 即将签订补充协议 50亿战略投资者 由于涉及其自身大股东的资产重组 正在商谈剩余30亿战略投资者的本金 已经支付 二是政府强力干预商品房行业 为拦住这头灰溪流 控制住金融系统性风险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商 提出了债务和土地购买限制 等数以百计的限制性规定 如房价限跌令 房地产企业因大幅降价被约谈 又如大力宣传将建立以公租房 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的 住房保障体系 如果政府能够提供廉价的住房 老百姓购买商品房的愿望自然降低 商品房销售必然成 弹崖式下跌 这些政策的出台标志着过去20多年 房地产 以商品房为首的时代 已经彻底结束了 第二 恒大是压倒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根据恒大的中期报告披露 截至6月底 集团总负载已经达到1.97万亿元 这一数字大约与南非全国的GDP规模相当 也相当于中国GDP的2% 一旦恒大集团破产 大量与恒大有业务联系的供应商 将面临拿不到工程款的促进 施工房拿不到钱 就意味着无数的工人将走上讨薪的道路 另外还有银行 恒大一倒将会导致银行坏账急剧上升 从而触发系统性金融动荡 有学者指出 恒大这颗雷威力不敢想象 关键还是在雷区 整个房地产板块挂着多少大大小小的雷 上个月融创的升红冰就坦言 下半年市场会比较惨烈 除了我们以外都有可能会爆雷 万科早就在喊活下去 碧桂园也是万亿级的债务规模 富丽现在一只脚已经在ICU了 恒大这一爆很有可能是连环雷的效果 中国监管城显然已经意识到恒大倒下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 8月19日中国央行官网发布了一则消息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约谈恒大集团 据称这是人行首次对房地产企业直接约谈 该消息全文仅105个字 但可以浓缩成一句话 那就是化解金融风险不可能为恒大浪布 恒大一旦破产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 该公司直接的雇员有近20万人 与恒大相关的雇员多达380万人 恒大的破产将会造成大规模的失业问题 成百上千的企业会因此资金断裂而倒闭 有分析文章指出泡沫过去总是一地鸡毛 而最终成熟代价的必定是中下层 现在的紫币本质上就是债务货币 每一次债务破灭就等于一次无形的蒸发 当房子的资产属性大打折扣 有没有可替代的优质资产时 乐钱就会涌向大宗商品 致使各种生产原料水涨床高 一步步将物价推向高潮 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 未来很可能成为一栋栋中国式的贫民窟 郎贤平预言99%的中国中产阶级将会重返贫困 会以某种不算夸张的方式出现 规律终究是躲不过的 只是中国有着较强的干预能力 可以推迟他的到来 经济学者何清廉指出 房地产泡沫破灭 对中国来说是个牵扯到政府银行系统 企业以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恶魔 结局是既定的 摔得有多惨 则由泡沫破灭式的风险楼层决定 恒大对政府发出的威胁 其实并非威胁 只是即将发生的前景 综上所述 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并非发生在今天 去年因三条红线政策 就已经发生了 尽管恒大采取了众多增加资金流动性的措施 有效地解决了战略投资者 一千三百亿债务 但形势比人强 目前中国政府不但出台 对房地产行业的打压政策 使得恒大终于撑不过去了 恒大这次黑天舞会引发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坍塌吗 会引发中国经济多米洛骨牌效应吗 或许该来的总会到来 因为中国经济早已是危机四伏 千仓百孔了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看